hello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男生第一次太紧张该怎么办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你是需要做的 第一件事先了解好两性的生理常识和健康常识 人生处处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谈恋爱 第一次考试 第一次开车 第一次蹦极 第一次去酒吧 第一次那个啥啥啥等等等 所以呢紧张怯场是在所难免的 一般情况下 男生总是主动发起第一次的那一方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事前好好地补习一下 之前没有学习过的两性知识 尤其是生理常识 当你了解了之后呢 信心充足也就不会怯场了 第二点呢就是深呼吸 第一次难免紧张 不妨在开始之前来一个深深的呼吸 当然深呼吸这个话题呢已经说烂了 深呼吸的好处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在没有生病的情况下 你试着咳嗽两声 其实咳嗽呢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动作 可以促进我们肺部的清洁 呼吸道的通畅 另外的话呢 你咳嗽出去之后 你肯定会做一个深呼吸嘛 所以它也可以有助于让我们放松我们的紧张 焦虑的神经 这样子呢你的心情啊情绪啊也就会稳定很多 那么自然而然的你的紧张焦虑也会好转了 那么第三点就是要做前夕在开始之前呢要充分的酝酿做好前夕 当然这个前夕不是说你手啊口啊那些就是整个氛围你要打造好一个轻松的愉悦的放松的这么一个氛围 我觉得最好的前夕就是可以两个人一起看一部电影 然后喝一点小酒 营造这种浓郁的氛围感 然后再通过一些细微的肢体接触 开始慢慢的适应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进入状态 你学会了吗 科学弹性 关注我吧